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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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有潤膚色的效果 怎麼說呢 Ivy妳知不知道 如果說妳今天是像我的皮膚比較偏暗沉啊 如果我今天是染了一個比較深的 或者是比較飽和的冷色調 我的膚色看起來就會很沒有氣色 所以它看起來就很像生病有沒有 但是我只要一染完了這種瘋狂的顏色之後 我發現我的蘋果肌立馬就回來找我了呢 我是八年精神小妹妹 也是網路的重度使用者 那也常在IG搜尋一些讓自己變漂亮的資訊 現在年輕人在掛網的時間很長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滑IG啊 看一些什麼國外的資訊 或是一些KOL在做分享的有沒有 所以妳有沒有喜歡的感覺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就是 比較喜歡狂野的 哇 不是不是不是 反而是喜歡有感顏色 但也不是說很狂野那種系列啦 對 那如果說黑色的話 讓我自己的頭髮會比較扁塌 就是油油的這樣 明亮度的話 我喜歡在7度以上的顏色 因為這樣的7度顏色啦 可以讓它的頭髮變得比較蓬鬆 因為它本身的頭髮是比較偏細少的 所以有時候會看起來太深的髮色 會讓它看起來的頭髮會很貼很沒有蓬鬆感 對 所以我喜歡亮一點這樣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推薦 所謂的瘋糖玫瑰色呢 那以在我這個7年級的小姐姐的身上 有許多的顧客們 或者是朋友都跟我年紀相仿嘛 對不對 所以已經很多人是進入職場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也是擔任主管職 然後以及進入家庭的雙份角色 那這樣子的日复一日的過程之中 白天要忙著工作 晚上要回到家 帶小孩 對 帶小孩 顧家庭 這樣子的日复一日的過程之中 總會覺得很疲憊 那我們曾經都忘記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期許自己可以快樂 自由自在的去過我們想要的生活 那這樣子開心一點不好嗎 所以這一款髮色呢 它就是像你的衣櫥裡面的那一件漂亮的洋裝 你只要呢 無時無刻你想要心情變好的時候 你就把它拿出來穿 你就可以輕鬆的跟閨蜜出去逛街 或者是跟老公出去約會 這樣是不是很自在呢 很自在喔 那我自己也想要來一點偏舉的色調 對 因為以我八年級生小妹妹啊 看到KOL啊 人人頂著紫色 或者是那個忍色調居多 所以就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特色這樣 雖然這種顏色真的是太久了 對 可以換一點新的感覺了 所以就有一天就滑到一張 就是橘色的色調 滑色去的天啊 很美耶 對 就像那個太陽一樣啊 照在身上 給你滿滿的希望這樣 我是一顆三亮的星 然後就照射在你臉上 哇好穩穩耶 那這種顏色真的是很襯膚色 對 那在現場有許多的小姐姐們 跟小妹妹們都會詢問說 嗯?那這一款風塘玫瑰色 是需要漂退的嗎? 那基本上呢 風塘玫瑰色我們會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不用漂退的話 它的咖啡感的顏色會帶的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的視覺以及顏色上 就會比較深 比較內斂 感覺會比較有光澤感 那第二類的部分的話 就是需要做漂退的 那漂完之後呢 它的顏色顯色的效果 會比較偏粉粉烏烏的那種透明感 會有那種自帶美肌的感覺 對 對 所以如果是像 新年級的小姐姐們 如果你今天的底色是落在六度以上 或是平常都是染六度的咖啡色的話 那你今天就可以直接不用漂退 可以直接選擇風塘的玫瑰色 但是如果你之前有染過黑髮的 或者是從來沒有染過頭髮的 如果你今天要一次染到風塘玫瑰色 那可能就得需要先漂退一次 然後再上側 才可以達到顏色均勻的效果 對 那不管 無論我們頭髮有沒有漂退過 或是有沒有染髮過 就像我的頭髮雖然有染過 然後IV的頭髮是有漂過的 對 在家裡的居家護理 以及平常的保養 可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一段呢 它可以讓我們頭髮增加柔軟度 增加光澤感 像明星般的那樣閃亮呢 對 當然 那像我本身有漂退過的頭髮 我都會選擇嚴重受損髮的洗褲產品 來補充蛋白質 那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固定每個月回來沙蓉 做生成護髮喔 嗯 像貴婦般的行程有沒有 對 這樣還可以讓頭髮變得比較強嫩 對 你在新年級的小姐姐們 總是會覺得自己 好像已經不再年輕了 不難隨心隨意的想要換什麼顏色 就換什麼顏色 對 所以總是會保守的選擇一些可可色啊 或者是煙燻咖啡的感覺 那我跟妳講 很一般 對 大家一定要在今年 大膽的去嘗試 楓糖玫瑰色 這不僅可以讓我們 在同台之間 跟閨蜜出去逛街的時候 年輕活潑個五歲了 嗯 那以八年級美妹們 如果 妳從來沒有染過頭髮的話 可以從六度咖啡粉紅 或者煙燻玫瑰下 左手 對 因為這些髮色呢 是不會有布丁 然後妳也覺得是 絕對是零失誤的狀態 對 而且不僅讓妳的膚色均勻 氣色紅嫩的啊 那很好啊 那為大家總結了 今天的全部的重點就是 今年一定要大膽的嘗試了 楓糖玫瑰色 那這一款楓糖玫瑰色呢 你也可以選擇 有嫖退的 然後或者是沒有嫖退的 像這樣子有沒有 很白皙 那是看起來非常完美的狀態 那一定就不能錯過 選擇它囉 2 1 1 2 1 1 2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